大臣写经论语告诉我们 听教 看经 必须知道三个言辞 第一个 听讲不知着言术想 看经不知着文字想 第二个 不知着名字想 名词说 是为了讲经方便而建立的 第三个 不知着心云想 不能用自己的意思 去揣摩经的意思 这不可以 懂了就懂了 不懂不要记得 多看 慢慢地都懂了 千万不要用自己意思去解释 自己意思解释 后头智慧不开 你真不懂 我们早年修经 遇到困难 不懂地方怎么办 把经本盖上个三四伯伯 忽然懂了 这种事情常有点 求感应 不能猜测 为什么 佛讲经 我们知道 他没有齐心动念 没有分别之处 所以他所说的 全是自信 自然的流露 我们怎么能用自己意思去解释 那么谁能懂呢 心地清净的人能懂 也就是 没有分别执着的人能懂 不起心不动念的人全懂 不起心不动念是称佛了 他怎么会不懂呢 齐心动念 没有分别执着是菩萨 这个人能懂 我们懂的这个原词 好啊 用真诚心 用恭敬心 来学习 就会有感应 至诚感同 真诚到极处 他就通了 自然就通了 因为佛是从真诚心里流出来的 现在我也用真诚心 信心相应 我不可以用妄想 不可以说 我以为 我的看法 这不可以 那是你自己意思 不是佛的意思 我以为 也有诚心